当你对孩子没有信任的时候 他就会能力一直弱化 因为你不信任他 你就一直想要干预他 你一直想要干预他的时候 他的能力就一直没有办法进步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家长 就是应该要给孩子更多的信任 而且不要觉得说 很多时候常看到 这个人家做得不错 就是说那不可能 那一定是知优的小孩才有办法 我们家小孩是很普通的 他就是要找那种 如果你对你的小孩都不用信任的时候 他那个比马龙效应就是 他就是不可能长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很期待台湾的爸爸妈妈 可以更信任自己的小孩 而且不要害怕失败 他就真的跌倒也没关系 就是跌倒他才会爬起来 他才会有面对失败的抗压性 这个也是我们台湾孩子很欠缺 所以多信任他 然后他跌倒就让他跌倒 然后就是看他一直爬起来 一直变得更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 这样才能够长出一个强壮的孩子 怎么才能够长出一个小孩 医生呢 炸装